欢迎各位回来 我们刚刚跟开导聊得很开心 发现时间很快就过了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录个八十段 刚刚讲到说你在考试的时候 即兴是考唱歌 这样可以吗 你又不是考音乐系 没有就反正专长嘛 我说实在话 其实你专长 像我们现在在指导 指导有些想对戏剧系有兴趣的人 那我们现在自己也常常会当评审 或者说 你比如说audition 你当导演你要audition 那其实你会知道说 其实专长这个东西 说实在评审很不想看 除非你有很特殊的一段 让他印象很深刻的东西 像把什么头放到嘴巴 譬如说你如果可以边唱歌边披甘蔗 那就很厉害 就你要把不同的元素东西兜在一起 那你让评审印象很深刻 可是你又不能做怪做了头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 我们有一次 那时候我们已经是学章节了 然后换我们变成是考生服务的 就是进到考场里面去当助教这样子 然后呢就有一个考生 就搬了一个雕像 他是从就是搬了一个雕像 美术雕像就是那种没有守备的那种 美术雕像 然后他表演他内心挣扎 就看他拿了一个锤子 就是很挣扎 然后就是 很想对他怎么样 可是又内心之纠结 然后又在那边犹豫不决 然后评审那时候就慌了 就想说不会吧 你不要把 你不要把他打破 打烂 对 然后就看他很挣扎 然后本来想说 后来他放进 然后没有动作要打 结果突然 一秒钟他就拿锤子 就把那个雕像敲破了 所有评审都傻了 这算是一种专长吗 他表演他内心的挣扎的感觉 他要演戏嘛 可是问题是他 不是问题是他造成了所有人的麻烦 因为后面考试还要考 你把他打破了 所有人都要为这个东西开始收拾 然后考试就因为这样中断了 大概 我觉得他分数应该不会太高 后来很显然他没有上 因为这个人我们不认识 哦 对 就是搞怪搞过了头 对 所以也不能太 对 所以其实你说专长 当然你 你如果是 除非你是考音乐系 你可能有不同的音乐的专长 可是 对表演来讲 他的专长就是 你可以展现 你可能可以展现出 你不同的一些 一些 会的东西 可是其实 他不是最主要的重点 重点是你怎么把这个专长 运用你的方式 去把它呈现出来 让评审有 深刻的影响 对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在 在指导学生的时候都会跟他讲说 你不能只有 怎么样 因为那个东西 你弹钢琴 会比你弹钢琴能多的事 你会唱歌 会比你唱歌唱得好的多的事 嗯 那你怎么样让评审印象深刻 就觉得你是一个有创意的学生 嗯 你就要想办法把这个东西 坎败结合在一起 嗯 所以戏剧系基本上来说是非常的鼓励学生创作 对啊 非常有创意性的一个学系嘛 对他甚至连笔试的题目都很创业 比如说他就考你 他就说 诶 鸚鸥 猴子 鲸鱼 他们三个是好朋友 他们在河边买了一块地 请你帮他设计出他们住的地方 哦真的哦 那我应该去考这个啊 都不用念书 就很好玩 因为你会想说 一个是水里的 一个是树上的 嗯 一个是 陆地上的 嗯 那你要帮他设计 那这有点在考你空间规划 因为 你可能之后可以去考 做舞台设计 对 可是你又可以把这个情境想象 发为你的创意 怎么样把那东西结合在一起 嗯 我觉得其实他题目是很活活的 就是说 他不会像字式的考题 就是说 哎 就是 有标准答案 他没有 完全就是看你怎么掰 嗯 然后对话 他应该叫你编一段对话 他说 比如说那个聂林 聂林 有一天那个妨碍风化 被抓去那个派出所关 然后呢 不会 在那个派出所里面 刚好遇到了那个 他的债主林小开 就在他里面 然后你请你帮他发展出一段对话 所以你就要开始编 哦 怪不得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 很喜欢这个戏 很喜欢戏剧戏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玩 然后可以搞创意的一个戏 对可是很多家长或者是老师们都会跟他讲说你以后要做什么 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去是为了想当明星 嗯 对想要在舞台上 可是 可是其实 像我自己本身 我当初会去考这个完全是也是音错阳三 因为我想说 我 我对戏剧一无所知 我就想说 哎那我进去可以当摄影师 反正我长得又不帅 那么丑 然后但是身体又庞大 哎那我可以扛机器啊 我可以当摄影师啊 结果进去才发现说 哎我们学校是念剧场 跟摄影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知道啊 你应该进广电 或者传播系 对啊 所以其实进去才哦 去接触 然后进而去认识 然后进而去喜欢 嗯 然后 哎就 反正就 今天走到 这条路上 对而且你真的是走本行 这样其实蛮少人可以做到这样子的 也是也是没错 对 因为其实真的你说像我们班三十几个同学 真正现在还留在剧场才其实不对 对 大概都会五六个四五个 对而且你又真的是念导演 然后你真的可以当导演 其实这样子不是比例并不是很高 对啊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讲 有时候就是阴错阳差 无心插流反了就 就走出这条路这样子 嗯 你那时候要选导演组 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 因为我们学校体制比较像 比如毕业制作 它会以导演为主 就是导演提出一个想法跟计划 嗯 然后呢你就可以找你设计设计的同学 嗯 主修设计的同学 主修表演的同学 一起来完成这个制作 那他们也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他们的毕业制作 嗯 所以等于是 体制是比较以导演的想法为主的 那因为我那时候 其实很想做歌舞剧 在我们学校之前 嗯 学长姐毕业制作里面 其实没有人尝试过歌舞剧的东西 那因为 后来我的指导老师北安 因为他从国外回来 他等于带 等于带我们去进入到这个歌舞剧的世界 因为他自己本身后来也开了一堂歌舞剧的课 嗯 所以我们等于都有修 然后其实 从大一开始让他带的时候呈现的时候 他其实就一直带我们去实验去做这些歌舞剧的东西 自己编 自己导 嗯 这就是 因为歌舞剧小不了歌嘛 对啊 那你歌曲的部分怎么办 就词是你自己写 就词自己写啊 后来就找了一个音乐系的同学啊 哦 就当音乐设计啊 嗯 然后就把它 就大家就玩嘛 就是啊 那时候我还记得我 我是 就是我把几个那种故事结 就是自己 我记得我毕业制作叫王小二过年 听起来蛮好玩的 对 王小二过年 然后他是 有点把白贼七八十七啦 跟王小二过年 两个 那个故事加班在一起 对啊 然后就里面就 比如说 过年 一定要赌博嘛 所以过年 赌这个事情 我们就可以变成一首歌 嗯 对啊 就很好玩啦 我觉得就是 重点是在学生时代 你会 想法会天马行空 嗯 那你就会实际 去实现他 所以像北岸老师他就说 他最喜欢教大一的学生 为什么 因为大一你什么都不懂 你真的进来了 你会不受很多形式跟 对还没有框架 没有框架 所以就是真的像 他就觉得说 他就形容说大一像 生萌海鲜一样 很有憧憬 然后想了就去做 嗯 可是你反而你学了越久之后 你会觉得说啊 这个不可能 那个不可能 这个不好做 你反而就慢慢会有一些 框架的东西 把你框住了 就有时候会是变成是 你不是本科系的 对 反而会做出一种独特的东西 对 因为你没有练过那些学理 对 嗯 就像是 就像是 她太太 敦仪啊 对 敦仪 北岸老师的太太 北岸老师的太太敦仪 她其实她是很会弹钢琴的人 嗯 可是她没有受过 对 她那个也是 我一开始认识她 我想哇 天哪 她好像只学过半年 还是一个月 一个月 可是她很厉害就是 她你只要让她听 她马上就可以弹得出来 所以我还记得很好笑 她有 那一次我大一的时候 然后她大师 她大我几届 她就在我们那个 戏剧系的那个 中庭啊 那个楼梯 她就开一个 夜市钢琴公主之夜 就是 她就把那个钢琴推出来 多可爱 然后呢 她就开始伴奏 然后就几个学长姐 又很爱表演 就开始在那边唱 所以就点歌什么的 反正就很好 那天晚上就是 像是一个音乐 可是又不是 就感觉像一个同乐会 可是她什么歌都可以弹 嗯 又是展现她的琴艺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我觉得 反而有时候 这样的东西 它可以去玩出一些 平常我们学理限制 嗯 月理的限制或什么东西 反正 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说 啊这个 在月理上来讲 是不合逻辑的 对对对 对于我来说是这样 对或者是什么 可是其实因为 没有那个限制 就是说你反而可以 蹦出不一样的火花 嗯 对我觉得这也是 常常提醒我们自己 就比如说我学戏剧 也是一样 你常常有时候 被一些框架给框住 对 那你就告诉自己说不行 没有人说一定是这个 因为很多东西 是你创造出来 到后来变成人家 追随的一种 对 方式嘛 对 我是很羡慕这样子的人啊 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 这样子了 你可以的 你太谦虚了 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太需要 严谨的理论 譬如我编管弦乐 比如编曲之类 就没有办法这么随性的 所以我其实就是很羡慕 人家有这种 机会可以 可以做这么 这么有创意的事情 不是有的时候其实 框架对我们来讲 是限制 但是也是比较安全 就是说 我们至少不会 好像被人家批评的说什么 太荒谬 对对对对 黑天马行空 对对对对 是安全的 真的是安全的 可是有时候就是反而就会 就会变成说 可是不一样啊 比如说像编管弦乐团 那个本来就必须要有一个 对啊有很 很强的学理 对啊 强大的那个组织的学理 去support这个东西 是不太一样啦 只是在创作上的东西 有时候会一直提醒说 不要被框架框住 对 要去突破这个东西 那你后来就是 就是进绿光以后 写了很多部欸 写了很多部的歌舞集 没有啦 其实我觉得是刚好 那时候捷文捷文版德 嗯 捷文捷文版德的时候 北安 因为他北安是 湖南人 真的啊 所以他学台语他不太会讲 所以但是 因为他里面他 捷文捷文版德是有讲到 比如他有一个家庭 是歌舞团的家庭 有一个家庭是 板德师傅的家庭 那这个就比较是台湾 对 比较台湾文化的 所以 他当初有几首歌 他就叫我写 他说你写写看 嗯 那我就写啊 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还是学生 还住在那个巴黎的 自己住的房子 对 16岁嘛 啊对对 没有啦 大学生怎么会16岁 跳级 只是看起来像16岁 然后就写写写 然后就丢给北安那种 结果他就 完全都没有改 他就直接用了 嗯 那就从那个时候 就开启了我 写词的一些 嗯 一些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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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开始你你会去尝试写 你写歌词 这个东西 嗯 那等于后来欸慢慢的就是 他有什么 戏歌舞剧 啊有些东西歌就丢给我写 嗯 啊后来写写写 你也写出兴趣来 啊所以等于后来我去做电视 包括去做儿童节目 儿童节目有很多歌曲 哇原来你有进过电视圈 他们我都认识都认识 因为都是做儿童节目的时候 同意挂的 对有认识的 那又是另外一种学问 对对对 啊所以等于是现在其实对写词这个东西就不陌生 所以包括后来 子风车剧团 有几个歌舞剧什么东西 那也都是就是 就是尝试去写 嗯 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 后来因为结文结文版的 嗯 就我写的那一首歌 结文结文版的本身那个专辑 它有入围金曲奖 哦 然后呢那一首歌 因为陈阳老师做的曲 有入围最佳 就是单曲的那个最佳歌曲的奖项 那你就觉得 阿曼特就予有荣悦啊 对啊那你的词嘛 对我的词啊 对啊 然后所以我们就受邀去走那星光大道 对啊金曲奖欸 对啊 你没有想到你这一辈子会跟金曲奖 所以我常常在讲笑话就说 金曲奖啊 那还记得凯悦饭店啊 然后专车接受 然后礼服还 那我们去租都不用钱啊 哦 然后穿礼服然后就这样走星光大道 然后最好笑是 最好笑是就是走下来的时候 然后大家一车是这样 很多歌迷在旁边就 哇啊那是谁啊 那就讲很多明星啊 那我们一走去 啊啊啊啊啊 蛤啊 那是谁啊 因为非流行音乐的 还是有很多人就不认识 那个时候还是合在一起的 对他有流行乐跟非流行 我们是入围非流行乐的部分 所以那个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我们就觉得 走星光大道是很神奇 可是也很丢 因为沒有人认识你啊 所以我们走很快 就走上去这样子 那时候就应该特别享受 然后慢慢的挥手 因为这辈子就这一次 你不认识我 那是你的事 我就硬要回 哇原来你是参与过金曲奖还入围 我们要上台表演了 就表演那一首歌 就表演主曲啦 就把金融结婚版的主曲 那近年来开导都致力于 指风车文教基金会的一些戏 那这个是小朋友的戏 在写小朋友戏上面 跟你之前写 譬如说当兵啊 或者做其他成人一点的戏剧的时候 其实是有不一样的重点 其实非常不一样 因为成人的东西 你可以尽情的抒发你的感觉 可是小朋友都你要考虑到 第一个他们看不看得懂 第一个主题会不会太深 所以等于很多东西 在这个时候反而你 我觉得儿童剧难非常多 非常难 比较难哦 就是在创作上的东西 因为你儿童剧 第一个你要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 因为你知道小朋友的注意力很有限 为什么小学课程40分钟 就一定要安排小朋友下课 因为他的注意力真的有限 所以你在编导的过程上 你不是说你把一件事情讲得很清楚 把你尽量去说完的感觉 因为小朋友看不懂啊 他就坐不住啊 所以你除了在编导上 你在导演的处理上面 包括了服装舞台 灯光音乐等等等等 你必须在编导的架构一条线里面 随时可能两分钟你就要有一个点出来 一分钟就要有一个点出来 对我发现我看你们的戏 你们最喜欢玩一招就是 诶那个人就躲在后面 然后就说那个人在哪里啊 然后小朋友就在那里啊 没有看到啊 他们就很激动 一直说在那边在那边 对因为小朋友其实是很 也很棒的观众 因为他很直接的参与你的 对他很投入 他很容易就进入到那个情境里面 小朋友没有啊 就开始吵啊 有那种穿那种娃娃鞋 就在那边跑 要走来走去 对就开始有听到东西 我觉得台上台下都很好看 好我们待会儿回来